我的工作是无存检测组的 相当于飞机的B超医生 我是定检电子组的 我们相当于飞机的神经科医生 我是进攻组的 就相当于飞机的骨科医生吧 每一家送来大修的飞机呢 来之后都要像这样 把它拆得干干净净 拆得空空荡荡 大家好 我是中国新闻社的记者高盈 飞机呢 现在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交通工具了 但是您见过正在做手术的飞机吗 今天跟着小新的镜头 去看一个不一样的飞机 我们平常登机的时候呢 都会从这个门进来 然后这边是驾驶舱 现在是驾驶舱也被拆空荡了 现在看到这是一个完全被拆得空荡荡的飞机 上面有各种灵烂的线路 然后没有座位也没有立摆 飞机的维修到底有多细致呢 每一扇的窗户呢都是要经过检测的 这个呢是正在维修的驾驶舱 驾驶舱里面也被拆得空空荡荡 这是已经被拆下来的后舱的厨房 就是在您平常飞行的时候 驾驶舱呢为您准备餐食丢起的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一个发动机的 现在这个发动机地里修了 这里呢现在修是飞机的神经内科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密密麻麻的神经线 就是飞机里的电子线路呀 其实呢在飞机上的骨科医生也分很多种 除了在外面是用那些钢筋骨架的 我们也能在里面看到好多 制作内部改装的 不可以说 要去的就是一个油箱的检查工作 然后工作人员要换下这种防油的衣服 戴上面罩 这个面罩是可以对外呼吸的 然后在头上再带一个摊照灯 所以我站在外面都能闻件特别重的汽油温 向工作人员要进去完成一项工作 然后最长的要在里面待将近三个小时 这中央油箱的 那大衣的呢还是从那儿端的 这个还算是大的 大衣跟上那个凳起来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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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是没有灯的 然后只有靠工作人员头顶上的那一个顶面 然后在里面玩一项工作 我的工作是无存检测组的 相当于飞机的B超医生 这边是后梁 这个是中梁 那个那里是前梁 所以这个后梁这里会经常有水 有油渗进去 会导致那个金属下面下表面腐蚀 你们可能看不懂这些位置 但是我们一看就能看到 这是后面那些损伤 一点一点 所有的都要检查 这个零件大概有两百个 但是左右大约加起来有两百个 两百个螺霜 我们都是要一个一个扫问题 元素 chains 看看 回想 Rechts 粉 满